第21章 师妹的嘴 骗人的鬼 平地惊雷落下 发出一声巨响 旋即掀起滚滚尘土 闸开的威力之大地面 竟然多出来个小坑 目中稀骇地后退一步 惊叹 好牛逼的炸弹 他发现 这小师妹稀奇古怪的东西 不是一般的多 就譬如这个炸弹 威力竟然不弱于金丹的一击 好生凶猛的发气 我来 让我来试试 见识到威力后 他有模有样拿起了个炸弹 小师妹 看着点 目中稀兴奋道 我绝对扔得比鸟远 叶翘看着他 抡起胳膊 用力甩了两圈 然后往前面 使劲抛制过去 确实挺远的 目侧有十米 伴随着炸弹的落下 发出一声闸开的闷响 擒犯范沉下来的河东狮吼 从不远处响起 是谁敢偷袭老夫 叶翘和沐仲兮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 升起一个念头 玩拖了 快跑 两人再逃跑这方面 都默契得很 把腿就溜 头也不回 毕竟谁都不想再被关进地了 秦帆帆这会儿 正带着成风宗的孙长老参观宗门上下 说到底 对方来这礼目的 鸡人都心知肚明 不就是想借此试探一下 对家宗门的实力膜 距离上次大比是百年前 长明宗虽然每次都稳居倒数 足足千年都不曾变过 但成风宗不知道从哪里的来的消息 再听说长明宗今年的清传实力都挺不错 成风宗再三考虑后 决定派人亲自过来探查一番 孙长老和秦范范 寒暄了几声 一路上一边逛 一边各自说着虚伪的话语 听说今年这一届贵宗新弟子 资质都不错 孙长老微微笑着 秦范范回给他一个假笑 过于了 我们长明宗今年最多是重在参与 孙长老眼下略显嘲弄的神色 觉得自己是多虑了 长明宗什么实力谁还没点数 但凡他们今年有一个能打的 秦范范都不会说的 这般模棱两可 两人聊天的功夫里 逐渐走到了后山 这是剑修们练剑的必经之路 才刚迈开一步 下一秒一个奇怪的东西落在脚下 秦范范刚准备说点什么 脚下的东西先是冒出了白色烟雾 随后 炸了 真正意义上的炸了 秦范范修位高 倒是没怎么受伤 但威力并不小 只见平坦的地面上竟然出现了个小坑 他第一反应就是 有人想谋害自己 当即愤怒的吼道 是谁敢偷袭老夫 周围静悄悄的无人回答 这个时候两个罪魁祸首已经跑得莫隐了 成风宗长老也被这一声吼叫吓得逐渐回过神来 他声音都有些哆嗦 指着地面上的炸弹 这是什么法器 秦范范也很猛逼 但看到孙长老一脸震惊的模样后 秦范范原本的愤怒出气平静了下来 他还是头一次在其他宗面前找到点面子 别以为他不知道 因为常年倒数的缘故 这几个老匹夫私底下嘲笑过自己好几次 秦范范轻轻咳了一声 高深莫测地扶了扶胡须 一边壮若不经意地道 啊 唉 这只是我们宗那几个不成器的清传 弄来的一点小玩意儿 不值钱 不值钱 小玩意儿 什么小玩意儿 威力这磨大的 成风宗长老的表情 逐渐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 变得严肃 甚至隐约掺杂了几分敬畏 孙长老不好打破砂锅问到底 只得勉强地跟着附和的说了两句 一天下来 孙长老都有些心不在焉 终于从长明宗出来以后 他忙不迭跑到外面掏出遇捡 长明宗今年 恐怖如斯 孙长老颤抖住给自家 宗主发去了消息 叶翘与牧崇熙一起离开后山后 还在琢磨着 能不能把手枪给弄出来 当然不是和现代那种有子弹的 或许可以尝试着 往手枪的子弹夹里面 放些别的威力大的东西 至于放什么 叶翘目前未知没有想好 但不妨碍他 先画出来了手枪的草稿图 作为一个设计师 他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画好了设计图后 叶翘转头 就对自己的下山搭子木仲西 发出了诚恳的邀请 我们一起下山吗 叶翘到底不是气修 对练器方面 一窍不通 炸弹他能凭借着记忆里和书籍填充材料 可手枪这种高科技的制作方法 还是要找专业的气修 木仲西愣了片刻 犹犹豫豫豫 我们明天还有课 夜翘颇未淡定 他露出酒窝 质地有声 那就翘掉 木仲西眼睛一亮 好主意 他不想上课很久了 之前段预课上 只有他一个建修 一旦瞧课 就会被罚关禁地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多了个小师妹陪自己 到时候被罚 也不是一个人 我们走 两人性格都是风风火火 说走就走的那种 决定好后 便一起愉快往山下跑去 云中城各种商铺都有 格外齐全 只不过 因为是五宗脚下 物价只有一个字能概括 那就是 贵 来到专门卖法器的铺子后 夜翘迫不及待 将自己设计搞地了过去 这个能做吗 铺子里磨多少人进来 毕竟散修 可没那么多闲情 卖法器防身 大宗的 又瞧不上铺子里的东西 导致里面只有老板 在悠哉悠哉 吐住云雾 看到夜翘递过来的东西 店铺老板 拿着烟斗的手一顿 随后坐了起来 细细打量着他 递过来的草稿图 暗暗惊奇 这是何物 形状为何如此古怪 不像剑 也不像其他武器 他从夜之磨多年 闻锁未闻 夜翘含蓄道 他叫手枪 这个外形和结构 大体可以做出来吗 内部最好能多存放些东西 老板对此还挺感兴趣的 他点点头 可以 不过价格嘛 总共做下来 目测要三百上品零食 还挺贵 于是 夜翘开始发挥了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和他砍价 过程虽然漫长 但结果还是圆满的 他最终以一百上品零食的价格拿下了 穆仲熙都惊呆了 他每次下山 一直都是老板说多少钱 他给多少钱的呀 原来还能砍价的吗 夜翘旁扶看出来了他心底想的 当然可以这样 如果你不缺零食的话 也可以不砍 穆仲熙是不怎么缺的 但想到自己明明可以给的更少一点 他就一阵莫名的不高兴 走吧 夜翘问 你有要采购的吗 先买完再回去 目仲熙样样的 算了 今天先不买了 喂食魔 目仲熙捂着胸口 一想到多给出去的那些零食 就心痛 行吧 夜翘算是理解 他那不甘的心情 要是自己白白送出去 这魔多零食 他心情只会更糟糕 那我们先回踪 正巧我还画了几张符 需要有人试验一下 夜翘之前没经验 画完符还拿自己试验 直到把客栈强壮了个窟窿后 夜翘变得谨慎了不少 他痛定思痛 决定不伤害自己了 毕竟人喂食魔 和自己过不去呢 他准备祸害其他人了 目仲熙挠了挠头 天真的问 那你画的符多魔 不多 夜翘可怜巴巴看着他 就鸡张而已 他着重强调 鸡张合而已 这两个字 于是秉着爱护师妹的想法 目仲熙相信了他的鬼话 接下来两人 在后山待了整整三天 谁都没去上课 轮流是燕燕燕 翘化出来的那些 五花八门的俘虏 目仲熙发现 师妹的嘴 骗人的鬼 神他妈的几张 来来来 四师兄 就最后一张了 夜翘热情地 拿出来了最后一个 放心 这次绝对不会让你难受了 他叫哈哈福 顶多会让你笑一笑 你看你都变成苦瓜了 目仲熙陪着他 熬了三个通宵 他脸色苍白 一脸被摧残了的可怜模样 悠悠吐出一口气 好吧 说实在的 小师妹俘虏还都挺有意思的 如果不是拿自己实验的话 就更好了 指的同意后 夜翘立马迫不及待 将哈哈福丢到目仲熙身上 有时候 福不一定要威力强 能把人笑到影响发挥 也是一种另类的担扰方式 目仲熙一开始 还没识磨反应 依旧是那附生无可恋的模样 然而很快 少年扬起头发 出了一阵阵反派猖狂的笑声 目仲熙笑了好一会儿 把路过练剑的剑修都给吓了一跳 险些以为牧师兄走火入魔了 终于停顿了 稍稍片刻 正当夜翘已为这就结束的时候 很快 目仲熙一阳顿挫的笑声 再次响起 哈 哈 哈 夜翘 第二十二章 是都跟小师妹学坏了吗 再笑下去 他都险些以为 古那拉黑暗之神要现世了 夜翘赶紧将 粘在目仲熙身上的俘虏给 撕了下来 看上去效果不错 目仲熙笑了半天脸都僵望 停下来后 他甩了甩 脑袋往地上一弹 悠悠发出声音 何止 刚才那声音 我差点以为 自己走火入魔了 那笑声谁听了 不觉得吓人 话说你们扶修都这魔会玩的吗 目仲熙这几天 陪着小师妹 试验各种五花八门的俘虏 都快逐渐忘了 夜翘是个剑修的事实了 谁家剑修能画 浮画这魔六的 夜翘眼皮子抬都不抬 别愚灭我 我可是各这儿八经的剑修 画幅只是夜鱼 要知道 园主当初在月清宗 这种遍地扶修的宗门 也是选择做剑修 比起法师 夜翘更喜欢档刺客 目仲熙想到 他那些俘虏的威力 呵呵笑了两声 夜鱼 谁家夜鱼效果真魔好的 夜翘趁着旷客的这个空档 练制了些回灵丹准备 带到山下转卖 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有 这儿八经的丹炉缘故 用大锅炼出来的丹药 都奇奇怪怪的 有坑坑洼洼的 都是奇形怪状 妈妈赖赖 因为长相难看 他将价格定得很便宜 饶氏如此 也莫人会要一个看上去 就很奇怪的丹药 谁都怕吃出毛病来 夜翘则在心底叹息 怎么能以貌取物呢 你这幅还没画完 目仲熙一直手指着下巴 凑过去 看着夜翘在符纸上 勾勾画画 夜翘捏起手里废掉的符路 又废了一张 穆仲熙目睹了他 一遍遍失败 思索片刻 给出建议 不如你去问问明璇 我再试试 如果再失败下去 就找二师兄问问 虽然多半会被明璇怀疑 自己脑子瓦特了 好好的建修 不当去学画幅 你是在月清宗学的画幅吗 夜翘扭头看向他 想了想 当初他确实是靠着原主记忆中 月清宗符修们画符石的画面 跟着学会的 月清宗被修真戒的人称为 正统符修们的归属地 目仲熙缓缓道 修真戒都是存在比试炼的 他们瞧不起其他门派出身的符修 如果被月清宗人知道 你学过他们的符 到时候 我都能想象到 他们脸色多难看了 夜翘还是头一次 听到这种说法 仔细想想 大宗门里的骑士攀笔 却实并不比现代职场少 在原主记忆里的月清宗 就是如此 清传瞧不起内门 内门瞧不起外门 外门瞧不起杂役 而杂役则看不起小宗门的人 就挺离谱的 目仲西目光 转移到夜翘手里拿着的笔上面 随后沉重叹了口气 还有 小师妹 我听二师兄提到过 画幅想提高质量的话 最好用个好一点的狼好笔 夜翘一正 哦 但其他笔挺贵的 凑合着用吧 他很随意 毕竟 做人不能太攀笔 目仲西看着夜翘 那已经用分叉的毛笔 嘴角抽了抽一十道 自己这小师妹 还真不是一般的抠 用这重笔能成功才有鬼 我这儿一个没用过的狼好笔 他在戒子带翻找了下 很快拿出来了个泛着紫色微光的笔 上面刻住特殊的符文 落在手里沉甸甸的 属于应该中平法器的范畴 目仲西大概是第一次送人东西 他挠了挠头 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一点的 他不是符羞 这狼好笔 还是从黑市上逃来的 夜翘没有矫情 当即就收下了 事实证明东西贵有贵的好处 画符时没有产生任何置停 凡复的符文刻在其中形成金色骤印 伴随着速度的加快 很快收笔 符成 一气呵成 浅金色的光环缓亮起 代表着符没有废掉 夜翘微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然而下一秒符鹿迸射出耀眼的光芒 符鹿脚下浮现出黑色小字 像是某种特殊的标志 又像是远古时期才有的文字 夜翘愣愣麻沙卓 浮露脚下古怪的古文 这是什么 金光出现的片刻间 整个长民宗的长老布与儿童 仰头看向了那道光芒落下的方向 天道祝福 秦范范站起身 因为有天道庇护 根本感觉不到金光在哪里落下的 他望着天空上方 眸底掠过几分深思 是明学那孩子得到的祝福 还是说薛瑜 不止他们 这次动静大道 就连其他祭宗的宗主 皆被惊动了 是谁 天道祝福 好像是长民宗那边的 穆仲熙 还是周行云 明学吗 一时间各大宗众说纷纭 全都按捺不住的 想去长民宗一探究竟 引起轰动的当事人 却还在猛逼当中 天道祝福 穆仲熙喃喃从嘴里重负了一遍 神色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 你还真是福修 他很快改口 目光灼灼 原来你真的可以做到剑服双修啊 穆仲熙从莫见过 真正意义上两道双修的 他只听说过 他们长民宗的祖师 当年是这重金才绝艳的人物 没想到有朝一日 自家小师妹也能做到 叶翘并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 四师兄 什么是天道祝福 有什么特殊用处吗 比起天道祝福 他更关心的是 这个东西能带给他什么好处 穆仲熙若有所思 特殊的用处 被天道祝福过的代表 受到了天道认可 以后你卖出去的福禄 价格起码 要翻五倍不止 叶翘眼睛亮了 世上竟有这种好事 而且据我所知 就连月清宗那几个自诩 正统扶修的清传 都没有一个人 被天道祝福 过不了多久 应该就会传出 咱们终有人得到天道祝福的消息 到时候他们脸怕是都要黑 穆仲熙越说越得意 嘴角上扬 庞扶已经看到了 未来打他们脸的场面了 他扭头望向自家师妹 对了 叶翘你画的是什么符 阵法符 防御符 还是攻击符 叶翘在四师兄期待的目光下 犹犹豫豫 爬行符 这是什么东西 沐仲熙听到名字 就觉得有些不妙 有什么具体作用吗 他声音渐小 被贴上的人 会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行 他沉默了 该说什么好呢 半想 少年硬生生憋出一句话 不愧是你啊 小师妹 连被天道祝福 都这魔不走寻常路 叶翘捧着自己的福 也很忧伤 早知道会被天道祝福 他就画个正常点的福路了 这几天叶翘沉迷倒腾 自己那些奇葩的东西 莫功夫上课 莫仲熙也陪着他 一起翘了课 这让其他两位师兄 总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事情 你们俩这几天背着我们 偷偷在干什么 明璇推开房间门 眼睛带住胡怡 叶翘收好自己的福路 看到人后 热情挥了挥手 二师兄 三师兄晚上好 薛鱼微笑点点头 一把拉住四师弟 小师妹晚上好 我是来找小师弟的 穆仲熙 啊 他莫名有重不详的预感 薛鱼道 我这儿有刚练好的一些丹药 正确认试药 他说着 将手搭在穆仲熙肩膀上 微微一笑 来吧 师弟 有话好好说啊 三师兄 他对于上次 薛鱼将几个那门独斗 被罚关禁地的事情 记得清清楚楚 听到这话 穆仲熙后背一凉 拔腿就跑 不要啊 叶翘健壮将福禄收好 也跟了出去 天道祝福 是谁弄出来的 这魔大动静 周行云脸眸陷入沉思 小师弟 还是说 他那个新来的小师妹 情犯犯道 不清楚 等会儿 把那几个兔崽子 叫来问问就知道了 说起来 他们已经翘课 好几天了 他有些忧心忡忡 周行云神色威正 他们逃课了 秦范范说起这个来就生气 敲了敲桌面 咬牙切齿 不仅逃课了 还是在夜翘带领下机体 敲课的 算了 我去看看他们 周行云在自家师傅 痛心疾首的目光下 还是无奈开了这个口 他觉得 自己如果再不去管管 或许自己这些师弟师妹们能上天了 其实在夜翘没来之前 明玄三人就总喜欢凑在一起 薛瑜要研究他的单方 明玄一个柔弱不能自理的扶修 肯定不能拿他试药 那就只能用小师弟了 慕中西现在看到薛瑜就牙疼 他踏清风一韵 踩着剑就往天上飞 准备甩掉这两个人 薛瑜在后面像是电视剧中不怀好意的反派般 微微一笑 尽情逃吧 你是逃不出去的 明玄同样怜悯得道 你今天就是喊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来救你 认命吧 小师弟 夜翘踩住脚下悬剑 在后面追着大喊道 别跑啊 四师兄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但他们三人真的像是试图强迫 师族少年的变态啊 夜翘剑上站着两个师兄 一前一后追赶 薛瑜不忘呼喊 四师弟 我这次绝对不会让你不舒服的 四人速度奇快 道过之地 犹如蝗虫过境 寸草不生 穆仲熙在前面狂奔 明玄三人在后面追 看到这一幕的周行云 就 挺热闹的 反正小师妹来了后 常明宗就莫怎么消停过 连周行云这种有的人活着 但已经跟死了没两样的 都被刺激出来了 大师兄默默仰头看着 在天上飞来飞去 像是鸟人一样的师弟师妹们 饶是他这种 常年不喜行鱼色的人 嘴角都不由一抽 抬手一挥 刚风飞了过去 打到夜翘的剑上 薛瑜第一个潇洒单膝落地 还没等他摆好帅气的姿势 沐仲熙被刚风鱼拨冲到 从剑上狼狈掉了下来 薛瑜下意识 眼疾手快地去接住他 最终 两人以公主抱的姿势 来了个深情对望 场面一度狠辣眼睛 你们在干什么 清清冷冷的声音响起 周行云衣袖都不带动一下的 就这磨平静看着他们 薛瑜平日里处的 就是这个师兄了 一抬头就看到了大师兄 正以一种奇异的目光 看着自己 薛瑜松开手 声音努力维持着冷静 大师兄 你听我解释 他真的不是变态啊 叶翘和明玄表情也僵住了 他怕被打 赶紧踩着玄剑下来 咽了咽口水 大师兄 你听我们狡辩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周行云冷静了片刻 或许 他这些师弟师妹们 真的都疯了 四人整整齐齐站在一块 谁都不敢吱声 周行云眸色冷冷的 慢条丝里 准备开始算账 我听说 你们四个 这几天都没上课 明玄下意识便捡 莫呀 您听谁说的 一定有人想要 鱼灭纯洁又善良的我们 沐仲熙急忙附和 没错 周行云冷冷一笑 两人请客见安静如鸡了 叶翘第一次知道 什么叫大师兄的压迫感 他敏锐地觉得 今天不做点什么 或许四人就要一起组团 被关进地了 他脑子飞快运转 急急抢在周行云要说话前 打断了对方 大师兄 你觉得 今年修真界的第一宗 会花落谁家 周行云拧眉 虽然不懂他 为何有此疑问 但还是解答到 千年以来 乘风宗和问剑宗 在第一宗的位置上 轮流更换 今年论实力来讲 两宗实力不相上下 所以 今年第一宗的位置 落到谁头上 还又未可知呢 叶翘露出抹笑容 视线和周行云对上 那如果大师兄努力一点 我们能当上 修真界第一宗吗 少女眼睛亮晶晶的 庞扶只要周行云点头 下一秒 叶翘就要让他去 拳打问剑宗 脚踩成风宗了 他额脚清筋跳起 努力保持住心平气和 拼命告诉自己要冷静 淡定 不能 两个字像 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 叶翘立马换了副嘴脸 大师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周行云 他噎住了 竟然一时间 接不上小师妹的脑回路 沐仲熙 看着难得耿住的大师兄 瞬间也明白了 什么叫先发制人 是啊 大师兄 你连带领我们常明宗 成为修真界区区第一宗 都做不到 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 明璇也笑了 察觉到两人的意图 他漫不经心跟了绝 是啊 简直太让我们失望了 叶翘趁着这会儿 大师兄猛逼的机会 率先拉住离自己 最近的明璇 拔腿就跑 两人火速撤离后 沐仲熙 也一把拽起 慢慢拍的薛鱼 请客见四人 逃之夭夭 周行云反应过来后 沉思 这种贤熟且不要脸的逃跑路数 是都跟小师妹学坏了吗 第二十三章 不孝子 怎么对你爹说话呢 禁地里可以说是除了主风外 灵气最浓郁的地方 因此 不仅能用来惩罚犯错的清传 还有助于修炼 再次被困在禁地里的四人 郁闷的想挠墙 薛鱼和明玄倒也还好 两人性格是能静下来的 扶修和单修 在修真界本来就稀少 他们自然要加倍努力 才能对得起宗门的期望 但叶俏和墓中西两个剑修 就有些耐不住寂寞了 他盘坐在地上 长老们应该不至于 末世天天盯着我们吧 我们能偷偷出去吗 明玄被叶俏抓着衣袖 他去了他一眼 可以 不过 要想瞒着长老们 得用传送符出去才行 叶俏眼睛一转 打蛇随棒上 那师兄有传送符吗 明玄扬着下巴 当然 我明家可是修真界 首屈一指的扶修世家 叶俏很捧场地 哇了一声 二师兄好厉害啊 明玄对上叶俏崇拜的目光 他清了清嗓子 受用极了 想也不想抽出 仅有的传送符丢给他 我就这两张 你们到时候看情况用 叶俏眼睛一亮 立马接了过来 美滋滋地夸赞 我就知道 二师兄最棒了 明玄得意地扬了扬眉 那当然 不过 总感觉小师妹 这番话熟得很 一旁打坐的薛鱼 睁开眼 多半也知道 这两个师弟师妹 是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让他们安分 恐怕比修真界毁灭 都困难 他叹了口气 不放心 在一旁叮嘱道 你们俩出去的话 也别惹事情 情况不对立马 撕碎浮路跑路 如果遇到什么机缘 能抢就抢 打不过也别贪 日后参加大笔友的是 大秘境要入 到时候 我们五人一起 安全系数高险 你想要什么 我们可以帮你拿 薛鱼碎碎念 叮嘱半天 叶俏跟小鸡 啄米式的点头 笑咪咪道 放心吧 三师兄 我们都是老师 这次下山 绝对不惹事 哦对了 叶俏低头 将戒子袋里的翠灵丹 拿了出来 这是他之前炼制剩下来的 这个灵丹 可以帮助你们 吸收得快一些 既然两个师兄 打算修炼 他肯定是能帮就帮的 翠灵丹 能帮助人快速进化 体内有杂质的灵气 吸收灵气时 吃一颗效果极佳 闻到熟悉的螺丝粉味 明轩脸当场就绿了 时隔几个月 他依旧忘不掉 这个丹药的味道 叶俏并不知道 几个师兄 对自己丹药味道的抗拒 他匆匆将翠灵丹放下后 羽目仲熙对视一眼 毫不犹豫 撕碎了传送符 离开了境地 经过上次叶俏的荼毒 薛瑜这次 有了一定心理准备 他晃了晃瓶子 仔仔细细闻了闻味道 惊讶发现 小师妹说的 好像都是真的 这个丹药 储存的灵气很浓 难不成小师妹 还真的会练丹 当石叶俏给他吃的时候 薛瑜只当 他是闹着玩的 而且 味道太雷人 他吃了一口就吐了 哪里知道 里面的灵气 怎么这么纯粹 明玄文言 默默打了个寒颤 薛瑜本身就对丹药 有一种痴迷的态度 叶俏也算不上多正常 练个丹 跟制造生化武器一样 这两人以后 要是凑一块练丹 那他和沐仲西往后的日子 还能过吗 啊 说不定这丹药 是从碧水宗买来的呢 明玄声音干巴巴的 我听师父说 碧水宗清传 最近不是下山了吗 过几个月 大秘境就要开了 可能是师妹和师弟下山 正好碰到了 买了几颗丹药回来呢 薛瑜眼睛一眨 这样吗 明玄风狂点头 是啊是啊 两道双修的人 咱们修真戒 一根手指头 都数得过来 小师妹 还是个孩子呢 薛瑜想了想 觉得也对 他有些遗憾 还以为 以后能和小师妹 一起研究丹方呢 毕竟一个人 真的太无聊了些 叶俏手里 有不少的丹药 多伟托给了云中城 一家 名叫四季堂的丹药店 掌柜这会儿 正滔滔不绝地 给两个看上去 很有钱的女修 推销丹药 仙子 你别看她长得丑 但她心灵美啊 对方美眸睁大 抱着胳膊 气笑了 你确定 这玩意儿是心灵美 真的啊 这位仙子 有道是不能以貌取人 丹药也是同理啊 掌柜苦口婆心 这些日子 找自己合作的丹修正魔多 她其实一开始 也莫看上 这些长相怪异的丹药 可谁让价格 比其他丹修定价便宜呢 关键吃起来 除了模样难看了些以外 竟然不比大宗门炼制出来的差 不是我吹牛 这丹药 其实和碧水宗的比 也不差什么了 原本还对这众丑东西 没石磨兴趣的二人 不足为一顿 比碧水宗也不差什么 少女当场笑出声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真当碧水宗的丹药 是什么不三不四野 路子的人能比的吗 她一开口 就是冷嘲热讽 旁边的女人制止了她 不赞同的轻声道 苗苗 慎言 名叫苗苗的女孩 多了嘟嘴 不服气的嘟囔 本来就是吗 这魔丑 女人戴霉微瓶 倒出一颗黄褐色的丹药 捏碎开 你看 里面的灵气很浓 品质倒是也不错 只是形状 为何如此奇怪 这是哪个神人炼丹 能炼着魔丑的 而且 价格还低到可怕 不怕到时候 丹药是厂家内卷吗 作为丹修最多的宗门 这是他们绝对不想看到的一幕 渺渺细细感受了下空中弥漫的灵气 原本不满的声音渐收 眼睛微睁 啊 这个炼丹的人 怎么回事啊 他是不清楚 丹药定价 还是怎么回事 一颗丹药 只要十个中品零食 疯了吧 或许是因为外形太丑 价格高了 卖不出去 女人若有所思 毕竟炼丹成本 其实很低的 高的是人工费 又或者是 对方并不图赚钱 只是想造福散修 渺渺声音软弱 我听师傅说 今年大秘境提前开了 近日来此聚集的修事很多 女人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种深藏不露的散修 自然也有的 或许被咱们给碰见了吧 撕碎浮露后 落地的位置 是在云中城的中心一处 人来人往 都是路过的散修 叶鞘松了口气 据说传送福这玩意儿 是随机传送的 好在没有被传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地方去 万一 被传送到妖兽肚子里 又或者谁家的坟头 多吓人啊 目中吸流一道 叶鞘腰间挂住的玄剑 忍不住劝道 小师妹啊 你应该去剑窟 选个本命剑 剑窟就在问剑宗那儿 到时候大笔时 只要你拿下剑修排行榜前时 就有资格敬问剑宗剑窟 他们那里连上古零剑都有呢 叶鞘 好卷 算了吧 我的玄剑挺好的 他默默地 坏了还能换新的 重点是 不需要进总榜前时 目中吸 行趴 反正谁努力让叶鞘主动努力 都是不可能的 正所谓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吃饭的地方 永远都是消息最佳来源地 于是 二人足够断决定 先去吃东西 楼上包厢已经做满了 只剩下楼下悬空着几桌 叶鞘点了两碗面 不忘替了替目中吸提醒 到时候付钱 目中吸很爽快 莫问题 等待的功夫 外面浩浩荡荡进来一批人 叶鞘注意到 对方服饰都是统一的 腰间还都 挂着配件 像是某个宗门的弟子 位手的男人 脸拉得很长 跟马脸一样 他扫了周围一圈 呼地叫了一声 哟喝 这不是常明宗的吗 叶鞘愣了愣 差点以为是在说 自己和目中吸 结果是 另一桌的两个人站了起来 对方没穿弟子的服饰 要不是这个马脸开枪 叶鞘还真不知道 这两人也是常明宗的 目中吸摸了摸下巴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问剑宗的内门 问剑宗 叶鞘眨眨眼 传闻中 今年有望成为第一宗的问剑宗 目中吸点了点头 周围人的目光 全都聚集到了不远处的鸡人身上 马脸男人 好像和另外两个常明宗弟子 有什么恩怨 气氛演变得有些剑拔弩张 常明宗弟子声音提高 宋剑 你别太过分 这是云中城 静止拔剑 那个叫宋剑的马脸男人笑起来 及时吗 我还没干什么呢 之前我不是说过吗 你们常明宗的人在我这儿 就是裙垃圾 以后看到我们 绕道走 听明白没 他一只手 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脸 极具侮辱性 眼看那常明宗的弟子 眼睛红了 宋剑笑得更得意 怎么 我说错了吗 目中吸咬了咬牙 按耐住动手的冲动 他深吸一口气 云中城有规定 禁止斗殴动手 拔剑 他只能拼命冷静下来 夜翘端起眼前的青汤面 垂下眼 语气不明 四师兄 问剑宗都是磨狂的吗 他还是头一次 看到这种嚣张的人 目中吸恩了一声 语气厌恶 他们宗是修真界第一宗 瞧不起咱们好久了 而且 我们宗和他们有仇 每次出门碰到 都会起冲突 上一次百年大比 问剑宗第一 月清宗第二 成风宗第三 碧水宗第四 咱们第五 碧水宗清传女子和丹修 魏多树并不擅长打斗 所以 第四的名次也不低了 何况碧水宗有钱 丹修多 莫人愿意得罪他们 不然到时候 进了碧水宗的黑名单 受伤后 可真就是求救无门了 夜翘 也就是说 咱们长明宗醉了 沐仲兮 是这样 意思没错 但这小师妹 要不要这么耿直 那边的纷争 还在继续 夜翘若无其事 又喝了几口面 然后端起碗来 问 四师兄 你吃饱没 清汤面 其实没事磨好吃的 慕仲兮点点头 不懂他问这个做什么 怎么了 小师妹 他话音刚落 就看到夜翘静直 走到了宋剑面前 你就是宋剑 他微微一笑 宋剑突然被打断 扭头啊 狠狠道 干嘛 他反手将碗扣在他脸上 不笑子 怎么和你爹说话呢 全程动作一气呵成 半点不带犹豫的 扭头朝目众兮大喊 快跑 二人组已经在长明宗 都被追赶出惊艳来了 跑起来动如拖拖 一会儿功夫 就算没影了 只留下宋剑风中凌乱 他下巴滴滴答答 落着面汤 头上挂着鸡根末吃完的面条 模样狼狈又可笑 夜翘踏清风一韵 头也不回 他倒是不担心 对方会追上来 那几个内门修位最高的 也才助击 慕仲熙一个人就能解决 何况云中 城不允许打架 回忆着对方猛逼的状态 夜翘笑得眉眼弯弯 心情好多了 从他进门的那一刻 我就想这么干了 小师妹 慕仲熙追了上来 踩着朝夕剑 顺道朝他竖起大拇指 深深吸气 你这真的是 小母牛下载 他缓缓吐出四的字 牛逼大了 慕仲熙抗问剑宗的人 不顺眼很久了 一直谨记 祝长老教会 从来都是忍气吞声 不敢惹事 夜翘这干净利落的举动 让他彻底爽翻了 第24章 敢死对成员 又进来一个 饭是吃不成了 好在慕仲熙这个师兄 还算靠谱 提前打探了 到了妖兽灵中 有妖兽躁动的一项 通常来讲妖兽躁 伴随着的 一定是有什么秘宝现实 两人当即就选择往妖兽灵去看看 夜翘不济的原著中 是否讲到过妖兽灵 有什么机缘 毕竟大机缘 全都是属于女主的 云雀不在 那只能证明 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不过 这也并不妨碍两个 耐不住寂寞的师兄妹 跑去凑热闹 事实上以为 有什么大机缘的 不止他们俩 许多伞修也都来了 在修真界伞修 属于没有门派 单打独斗的人群 没有背景 也没有师父 这就意味着 死在外面都莫人管 通常属于 最好欺负的一类人 因为知道 没石魔大机缘 夜翘也就不紧不慢地 和师兄 时不时看看路边风景 妖兽灵外围 基本没石魔危险 越往里走越安静 时不时路 过几只修为低的妖兽 他也顺势练手 一并解决掉了 有了第一次历练 夜翘杀妖兽 便显得的心应手多了 感觉没石魔难度吗 沐仲熙 有些兴致缺缺的 剑修基本上 都是好战分子 当然 夜翘除外 他是能打就打 打不过就跑 常明宗除了大师兄以外 药膜修为比他低 药膜是群柔 若不能自理的手艺人 单修扶修 根本没有能 和他打起来的 沐仲熙深感高手的人生 寂寞如雪 沐约慢悠悠 走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逐渐到了最中心的位置 突然听到了一声 驴叫般的哀嚎声 夜翘看着一个少年 惊慌失措的跌跌撞撞 往前跑着 后面跟了只大鸟 是的 大鸟 莫约三尺长 火红色的赤鱼 有些和凤凰类似 金铜冰冷散发着凶兽 残忍般狩猎的目光 细长的嘴 一下子就能将人 啄个透心凉 那少年 虽然狼狈了些 但好像莫受什么伤 显然也是有几分本事 在里面的 少年看到人时 眼睛一亮 结果发现 两人修为时 那眼里的光又灭了 他大叫道 快跑兄弟们 这玩意儿 他会啄人 夜翘没想到 他还挺热心肠的 都被追得斜跑 丢一只了 还不忘提醒别人呢 赤鸟又发现 两只猎物时 明显兴奋了起来 发出一声刺耳的叫声 俯身朝两人冲了过来 沐仲西率先拔剑 寒光凛冽 泛着冷意 与赤鸟尖锐的会相撞 刺耳的碰撞声响起 他手臂抹了一瞬 后退半步 神色微宁 金丹中期 修真戒一境之差 天壤之别 夜翘也略微惊讶了下 沐仲西到现在 也才金丹出七 毫不夸张地讲 一个金丹中期 能打两个金丹出七 许师发现了 沐仲西较未难缠 赤鸟转头对准了那个少年 对方欲哭无泪 救命啊 救救救救救救我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两人撕碎船送福逃跑 但线下再不帮忙的话 那少年就要被那只鸟 给卓哥队穿了 电光石火之际 夜翘想也不想拧着灵力 捡起个石头 朝他的头部 狠狠置了过去 他力道很大 赤鸟脑袋被砸偏了一瞬 顷刻间被激怒了 境界越低 智商就越低 金丹中期的修为 智商大概相当于七八岁的孩子 况且 鸟类一怒一爆 果然如他所料 刚才那一弹头 成功降翅鸟激怒 他转身就朝着夜翘冲了过去 夜翘也不和他打 拔腿就跑 一个助击和金丹赛跑 几乎不用想都知道 结局是怎么样的 小心 眼看就要被追上了 断横刀尖声提醒 沐仲熙反应最迅速 他飞快拔剑 朝着赤鸟后方 斩出抹剑气 他损得很 直接一个剑气 就把赤鸟竖起来 长长的那根飘逸的羽毛 给削掉了一半 少年 这咋还削人头发呢 他呆滞看着赤鸟愤怒地 转过身来 追击沐仲熙 追了末几步 夜翘就从后面 拿石头砸他 赤鸟再转身追夜翘 沐仲熙再度拔剑偷袭他 两人一来一回 智商不高的赤鸟 被耍得团团转 他裂开了 这两个卑鄙的人类 少年目瞪口呆 逐渐陷入怀疑人生当中 啊 还可以这样的吗 趁着两人牵制住了赤鸟 下方的少年 看准时机将手中金色绳索 朝着夜翘方向抛了过去 声音提高 兄弟 接着 夜翘接住那捆金色细绳 几乎在拿到手的瞬间 他就知道怎么用了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 价格不菲的捆腰绳 他没有犹豫 急速捞起绳子 再朝着赤鸟砸了过去 他愤怒地点着脑袋 下意识伸长脖子 咬住绳子 夜翘嘴角微微 撇开弧度 伸出手拽了拽 赤鸟更加笃定 这个人类是想拿回这个绳子 于是 他咬得更紧了 夜翘心理解直乐开花了 正愁不知道 用什么法子 困住一只金丹中期的妖兽呢 没想到他自投螺网 他伸出手迅速将绳锁缠 在他细长的会上 捆腰锁 几乎在拴住东西的瞬间 就牢牢收紧 赤鸟反应过来 自己嘴巴被捆住时 已矜持了 他愤怒地想发出刺耳的声音 但因为嘴巴被拴住 根本只能在原地疯狂蹦跌 陷入无能狂怒的愤恨中 这众妖兽 基本上嘴废了 他也废了 少年眼看战局稳定了下来 他才努力控制住打战的腿 努力装出一副冷静的高手模样 叶翘瞥了他一眼 先把你的腿捋直再说话吧 少年 他尴尬地看着自己发颤的腿 嘴硬地道了句 我就是个气修 打架这重事 都应该是你们见修的活嘛 我以前在宗里 可是被护住的 就算出门 也有一群人保护我 他刚喋喋不休说了一堆 结果一扭头 发现这两人已经蹲下来 好奇打量起赤鸟了 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赤鸟啊 穆仲熙好奇踢了踢他 得到的是赤鸟绿豆大眼睛的怒视 叶翘伸出手薅住他羽毛 满意地道 我听说他的毛可以做防御法器 多数器修做防御法衣的时候 会用到这种材料 你怎么知道 叶翘 从书上看的 事实证明 多看书还是有用的 穆仲熙眼睛顿时亮了 那我们卖给成风中的人应该值不少钱吧 叶翘抓住疯狂挣扎的大鸟 想了想 还是摇头 先不卖 我们可以先把他嚎吐 等他羽毛长出来以后 我们再嚎 这叫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能坐持空山 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事情 目仲熙朝他竖起大拇指 师妹 不愧是你 高啊 赤鸟 哎呀呀 可恶的人类 少年 听得一愣一愣 话说他怎么没想到呢 断横刀 作为成风中清传 从来都是抓到什么 用什么 还真没想过养住妖兽 等他们羽毛鸡脚长出来 再继续收割的 原来 还可以用作持续发展吗 那我们先拴着他 说是这魔术 可怎么将这只赤鸟带回宗 还是个难题 况且 绳子也不是他们的 是刚才那个小兄弟的 少年健壮愣愣愣 大方道 那这个捆腰绳就送给你们了 我不缺法器的 他对上两人的目光 略显羞涩地笑了笑 我是个气修 本来到妖兽灵 就是想找练器材料来着 谁知道 赶上这种事情 一般来讲 赤鸟之重级别的妖兽 只会出现在最内围 他挠了挠后脑勺想不通 今天倒是奇怪 竟然会跑出来 其实目仲熙两人不出手 他也能逃跑 只是会费些灵气而已 不管怎么说 少年都挺感激这两人的 你们也是听说 妖兽灵疑似有秘宝将士 打算前去探查的吗 叶翘点了点头 他见状问 一起吗 我叫段横刀 好啊 叶翘当即友好的 朝他笑眯眯道 我叫叶翘 穆仲熙 于是 三人的灵石小队 就这模组成了 我们可以取个名 穆仲熙摸了摸下吧 好歹也是头一次和人组队 要不就叫 三剑客 叶翘 无力吐槽 断横刀 这个名字 就在叶翘以为他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少年眼睛亮了 激动到 这名字 好啊 叶翘 好吧 三剑客就三剑客吧 不出意外 他们这塑料队伍一会儿就得解散了 那位妖兽肉眼可见的减少 一路上都莫碰到什么危险 估计许多修士都在那门守着 想看看 有什么密宝脚的妖兽 零妖兽 出现异动 他们三人来到的时候 局势还有些许激烈 目前位置 现场分成了两拨人 一拨是一个金丹散修未首的队伍 另一拨的话 宋寒生 这他们不是老熟人了吗 嗯 是月轻松的那群牛马 叶翘懒得去想 对方叫什么名字了 就暂且简称他们 为牛马大军吧 不得不说 叶翘伤害人 是有一套的 宋寒生原本正不耐烦 和那群肮脏的散修对峙住 这会儿 冷不丁听到叶翘的声音 他表情都变得阴侧侧了起来 看向叶翘的方向 神色冷得很 他是奉师傅的命令 改来查看情况的 不出意外 妖兽灵这次异动 是有灵气现世 但灵气现世 绝对伴随着金丹以上的大妖兽守护着 宋寒生当即选择用阴森的法子 布阵将这些散修 和那只大妖兽困在一起 准备用他们当诱饵 牵制助妖兽 他则带领着师兄妹们前去拿灵气 这本来是个万无一失的法子 美成想常明宗的人竟然过来了 叶翘 宋寒生瞇了瞇眼 你们是一起来送死的 正巧 他微微一笑 我还需要你们这群废物来扑路 多来几个也好 可以帮自己多牵制一会儿妖兽 至于他们会不会死 那关他什么事呢 修真戒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断横刀打了个颤 凑到叶翘耳边 小声道 他们是月清宗的清传 你怎么认识的他 据断横刀所知 宋寒生此人极其小心眼 以前坑过他一把 散修有不少人都受伤了 许多人选择不再往里走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月清宗那群清传 就是拿他们当诱尔扑路呢 但或许是之前打斗声传来的动静太大 地面出现了轻微的震动 随后一声咆哮传来 一只漆黑的妖兽迈开蹄子冲了出来 强大的威压江引起不少人的不适 沐仲西醋了醋眉 金丹后妻 疯了吧 金丹后妻的妖兽 这还不到最里边呢 宋寒生看到那只妖兽 眸光一宁 当即毫不犹豫 将手里的符朝着西兽拍去 显然他选择激怒这只妖兽 以此来拦住夜巧击人 这次的灵妾 他要定了 宋寒生是个十足的老鹰笔 他贴的是一张魔化符 一般来讲 修为越高 智商越高 这种符路 可以让那些有智商的妖兽 陷入失去理智当中 无差别 开始攻击距离他最近的人 贴完后 他就布下防御阵选择撤退 夜巧击人 便成为第一个被妖兽盯上的鸟 他躲闪不及 被西兽常常带有道刺的尾巴打到 甩在地上 尖锐从刺扎进肉里面 夜巧翻身站了起来 下一秒 视线一黑 只见那只西兽 竟然张开深渊巨口 竟然朝他吞了过来 目中西士徒冲进去 拽住他 结果就是 两人一起掉了进去 他骂的 像是河马的嘴巴一样大 也幸亏这玩意 吃东西不咀嚼 不然 可能他们俩在掉下去的瞬间就凉了 掉入鲸鱼腹部 是什么滋味 夜巧不知道 但掉入妖兽腹部的感觉 绝对不好受 里面的味道非常难闻 腐臭味呛鼻得很 他摔下去的时候 调整了下姿势 没有摔个狗吃屎 目中西掉下来后 被味道给熏吐了 他突然就觉得 师妹那个屎一样的丹药 都不难磨难吃了 果然 幸福都是比出来的 目中西捏着鼻子 问声问气地道 那个妖兽骑马 金丹后期 金丹后期这种的大妖兽 不都是只有大秘境中 又或者最内围才会出现吗 怎么会在这里 两人在肚子里面面相去 正当都面对这种 被情况不知所措的时候 天上又下来一个人 他抬头看到 是断横刀那二傻子 行吧 敢死对成员 又进来一个 你们说下一个掉进来的 会是谁 反正暂时也没时磨危险 三人开始吓住了 叶翘双手合十 一脸诚恳 希望是宋寒生 目中吸血着他的模样 双手合十 也同样开始诅咒 希望人有事 断横刀 好生恶毒的两人 但实不相瞒 他也希望是宋寒生 许氏三人的信念感太降了 几分钟后 再听到动静时 叶翘击人 火速全部闪开 就这抹眼睁睁 看着宋寒生掉下来时 和妖兽的腹部 来了个嘴对嘴 宋寒生被臭的脸 扭曲了一瞬间 肤色苍白 一副奄奄一息 要嘎了的模样 关键他还莫缓过来 一抬头就看到那该死的夜窍 朝他友好的挥了挥手 嗨 宋寒生 你妈的 第25章 那当然是选择用物理打败魔法 嗨 沐仲西见状也伸长脖子 朝他挥了挥手 断横刀看到两人胆子这么大 他也鼓起勇气 朝着宋寒生 嗨 勒一声 宋寒生 草 他脸色惨白 被臭气熏得差点吐的将胆汁吐出来 结果这三人一个比一个能气人 一个个还打起招呼来了 夜 翘 宋寒生咬牙吐出这两个字 恨不得将这人千刀万剐了 你吓唬谁呢 夜翘这会儿可不怕他 你在外面打不过我师兄 都在妖兽肚子里了 还嚣张呢 他指了指周围两个人 你是不是看不清局势啊 我们三个一人给你一拳你也只能憋着 三个打一个会怎么样 还用想吗 宋寒生不知道是怕了 还是被恶心的 真就老老实实地晋升了 目前来看是没什么危险 但那也只是因为有修为撑着 不然只是胃酸的腐食 就已经够他们吃一壶了 如果不抓紧时间出去 不超一天 可能就要死在这只妖兽腹部了 你们灵器有没有被封 穆仲熙发现自己灵力竟然用不了 他尝试着催动了下 结果发现 灵力也被什么给禁锢住了一样 根本使不出来 文言三人也试探性地催动丹田内的灵器 结果发现 昔日储存在里面的灵器 竟然全都如同一潭死水般 不听使唤 怎么回事 断横刀大海 宋寒生脸色难看 神色隐晦 这妖兽肚子里 有什么东西封住了我们灵力 不然无缘无故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分头找找 将那个东西找出来 四人果断散开 寻找将他们灵器给封印的罪魁祸首 联想到妖兽的暴动 以及传出 有灵器现实的消息 不排除那个灵器 就在妖怪肚子里 宋寒生这么一想 愈发急切地开始寻找 可不能让他们得手 妖兽腹部大的过分 被他吞掉的羞氏和妖兽残骸到处都是 还有些未能完全消化 场面一度让几个从未接触过这些的青传们 脸色难看极了 叶翘倒是还好些 他毕竟不是真的十五岁小姑娘 搜寻了周围一圈 也没发现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莫约过了半个时辰 没有灵力护体 妖人都逐渐感觉到了明显的不适 妖兽消化能力是极快的 再拖延下去 所有人都毫不怀疑 等明天早上 这些残骸中会有他们的一份 宋寒生肉眼可见变得焦躁起来 我们就这魔座椅带壁下去吗 要死你们去死 我不可能陪着你们一起 他声音冷漠 我可是宋家的继承人 月清宗首席大弟子 而你们 他稍稍一顿 冷笑 不过是群民舰来的 天赋好些 被收尾清传而已 穆仲熙天赋绝佳是没错 可他也不过是民间出来的 身为八大家嫡系继承人 宋寒生最瞧不起的 就是民间出身的了 断横刀 他也略有耳闻 不过是个小诗家出来的气修 因为是少见的极平火灵根 才被破例收尾清传 至于叶翘 他从始至中都没用正眼瞧过对方 断横刀 虽然但是 尊贵的继承人 现在不是我们想不想死的问题 到时候不找到出去的办法 咱们谁都没办法活着出去 叶翘听到宋寒生装逼就烦 嘴角一撇 你说得对 一想到以后 你们都会死 我就原谅了所有人 他声音诚恳地要命 徒留宋寒生陷入沉默 他不知道 是尝教训了 还是怎么的 在发现说不过叶翘后 他气得闭脉了 叶翘又围着找了一圈 宋寒生不知道是放弃挣扎了 还是累了 总之全程都不掺和 他悠哉悠哉 没有半点着急的意思 不是因为想去死 而是 他有办法出去 现在这样 纯粹是因为 他觉得 这里有什么东西 吸引着自己不停靠近 太奇怪了 即使是在修真界 遇到这种特殊情况 要么是机缘 要么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叶翘没有感到半点害怕 甚至还卯足静 想将那玩意儿给揪出来 机缘和危险 都是伴随着的 巧的是他并不怕 什么危险 距离越近 叶翘便发现 步子越不受控制 一步步朝一个地方靠近 直至完全看到了 对方的全貌 是一个漆黑色的棍子 不知道怎么被狠狠 插入妖兽皮肉间 单单只是注立在那里 有种让人情不自禁 靠近的魔力 叶翘分神地想 难怪那妖兽暴走 肉里被黑色棍子刺穿 他不疼地暴走 谁暴走 他没有犹豫 伸出手拿了起来 难得的是 很轻易就拔了下来 入手触感微凉 沉甸甸的 除此之外 好像并没有看出 有什么独到之处 叶翘若有所思脸谋 所以 他会是造成 妖兽林中 暴乱的罪魁祸首吗 正当他神飞天际时 沐仲西发现 小师妹许久未动 迟疑地轻轻 推了推对方 叶翘 啊 他回过神来 师兄 作为一个合格的气修 断横刀第一时间注意到了 他手里多出来的东西 哎 叶翘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叶翘回过神来 轻轻晃了晃 哦 这是我刚找到的法器 断横刀 啊 这磨随便的吗 随便捡来个棍子 就能当法器 叶翘却不觉得有什么 他已经开始兴致勃勃 和沐仲西思索 这棍子叫什么名字了 俗话说 君子不夺人所好 叶翘沉吟许久 举起手里的棍子 他就叫夺笋吧 说完随手就给别在了腰间 断横刀 这名字 和君子不夺人所好 有什么联系吗 他不懂 并且大为震撼 胡言乱语 也该有个度吧 沐仲西虽然不懂这名字 有何意义 但他脸色也挺一言难尽的 这名字不好吧 师妹 人家什么朝夕见见主 明月见见主 结果叶翘的叫什么 夺笋见见主 这听起来像话吗 喊出去都嫌丢人 哦不 这还不算贱 这他妈是个棍子 眼看这三人还聊起来了 宋寒升级的团团转 他脸色惨白 气急败坏 你们是疯了吧 一点都不着急 我们得从这里逃出去 不然第二天 可能会化为一滩血水 竟然还有心情聊天 他们当妖兽腹部 是什么旅游度假地了吗 沐仲西回过神来 毫无歉意耸了耸肩 但这里不能动用灵力 怎么从妖怪肚子里出去 难道要他们用手挖吗 皮肉这么厚 怎么可能挖得开 断横刀也有些不知所措 用剑一点点剖开吗 那也要好几天的时间 我们到时候早化成血水了 宋寒升在旁边冷嘲 叶翘神色全程是 鸡人里面最淡定的 他精神状况良好 没有一点着急之色 这让宋寒升不得不怀疑他 是不是知道出去的方法 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宋寒升当即毫不客气 质问出声 想让他赶紧将自己就出去 叶翘微微一笑 你猜 宋寒升气得扬倒 他愈发笃定 叶翘绝对有办法 宋寒升不是蠢人 他立马就明白了 这个女人是想和自己谈条件 你想要什么 宋寒升着急道 灵石 还是其他 他提前警告他 我们月清宗的福 是不可能送你的 沐仲熙翻了个白眼 不谢 谁稀罕你们的福禄 他家小师妹 可是被天道祝福过的人 缺福禄吗 沐仲熙本来是挺害怕的 可叶翘这么淡定 让他呼得就想起来了之前 师妹搞来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或许 师妹还真就有办法 既然如此 他也就冷静了 而断横刀倒不是信任机人 而是他觉得着急也没用 索性就跟着一起淡定了 这就搞得宋寒升愈发焦躁 他认为所有人都心照不熏地知道出去的法子 唯独不告诉自己 叶翘 我不要福禄 那你想要什么 叶翘 一万上品零食 还有你们月清宗内门心法和福书 每个宗的福禄各不相同 长明宗的福禄书和月清宗画法不同 长明宗福禄以进宫为主 月清宗以防守阵法为主 远主记忆里也有 只是很零碎 叶翘想看看月清宗内门真正的福书长什么样 听到他开出来的条件 宋寒生松了口气 玄机忍不住在心底嘲笑他愚蠢 要月清宗内门的福禄书 想拿回去给明宣学 哈 他知不知道 一个人一开始学的什么福 就注定只能往那方面继续走下去 学其他宗门的福 只会让他走火入魔 但 宋寒生可不会好心提醒他什么 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可以 我现在就能给你 但你要救我出去 宋寒生是个利落的人 将戒子代理的零食竖清后 丢给了叶翘 顺道连心法也一同丢了过去 饶是他这种大世家出身的 对一万上品零食的损失 也不可谓是不心痛 怕被人看出来 自己内心在滴血 他只能阴沉着脸色 阴侧侧看着叶翘 快点 好嘞 一夜暴富的滋味 不可谓是不爽 叶翘看到戒子袋里面 整整齐齐的零食内心 只有一句话 扶修真有钱 不过你先等会儿 叶翘道 我数一数够不够数 宋寒生 他脸绿了 这人他妈是有毒吧 竟然还真幼哉游哉 开始树灵石了 叶翘用神石大致扫了下 确认没有遗漏后 他才好心情 朝着宋寒生微微一笑 多谢 宋寒生面无表情看着他 内心都开始盘算等 自己出去 该怎么弄死 这个可恶的家伙了 不知道魏师魔 这人虽然可恶得很 但他说出 能救他们出来这种化石 宋寒生 还真就鬼使神差信了 他磨到衣袖里的炸弹 朝着寄人声音猛地提高 都让开 面对灵力不能用的情况下 叶翘会怎么做 那当然是选择用物理打败魔法 第26章 丢脸都是实名制的 平地惊雷落下 炸开的瞬间 正在外面横冲直撞的妖兽 四察觉到了疼痛 疯狂地在地上翻滚 魏里一阵翻江倒海 鸡人被晃得七荤八素 宋寒生和断横刀 眼睛稍稍睁大 从没见过杀伤力 着魔大的东西 这是常明宗的秘密法器吗 这是两人脑海中 共同的念头 叶翘毫不犹豫 又扔下三颗炸弹 接连爆炸声传出 妖兽挣扎的 也愈发剧烈 炸弹的威力 不亚于金丹的一击 魏里或许是浑身 如钢铁般妖兽 最脆弱的部位 三个炸弹下去 对方肚子 就被炸了个窟窿出来 快跑 断横刀说完 鸡人便迅速冲了出去 外面围了不少 越轻踪的弟子 他们大师兄 被吞进去了 全都急得团团转 给长老门发去通讯后 云雀便赶紧带着人 前来帮忙了 看到人出来后 他顿时欣喜极了 大师兄 云雀担忧地 望着宋寒生 你没事吧 浅蓝色衣袍 趁得女孩若柳扶风 轻力脱俗 一个神色冷峻的少年 贴心地站在云雀身后 以一种保护的姿态 搁挡住了探究的视线 两人郎才女貌 般配得很 问贱宗的人 宋寒生脸色缓了缓 注意到了对方服饰 问贱宗衣袍 以统一的白色为主 云雀连忙解释道 是叶师兄 看我孤身一个人 便和我顺路一起来的 叶师兄超级厉害的 他眉眼弯弯 我一路过来 全靠叶师兄 宋寒生神色有些不渝 他朝对方微微汗手 多谢你照顾 我们小师妹了 阿雀 他说 过来 云雀心底是不大乐意的 看出来了 宋寒生是想让自己远离叶师兄 但跟着一群 浮袖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地方 他怎么可能放心 当初他躲目中西后面 也是迫不得已啊 危险的时候 谁不下意识 找剑修寻求庇护 好不容易找到 各问剑宗的剑修护着自己 结果宋寒生 竟然想让他过去 这怎么可能 云雀不说话 无声地拒绝了他 被搏了面子的宋寒生 咬了咬牙 从没觉得 这个师妹 这磨磨眼力见过 哪个宗清传会胆小道 主动跑其他宗门 对无理寻求庇护的 他不要脸 他们越清宗还要呢 目中西 卧槽 是叶清涵 少年清冷如玉 黑色尽装 手中持剑 眉眼凛冽淡漠 可不就是问剑宗首席弟子 叶清涵吗 叶翘略略吃惊 他就是叶清涵 万人迷小说 不是MP像 肯定会有个男主 当初他看小说时 压过邪魅摩尊 高冷师尊 结果是 万万没想到 正宫竟然是那个 一路开挂地 宛如修真版龙傲天的叶清涵 是他没错了 目中西笃定道 我也是剑修 对叶清涵肯定了解 他是剑道维尔的天生剑骨 十五岁就结丹 十八岁 金丹后期 当然 看见叶翘一脸吃惊 生怕自家师妹 也成为叶清涵的迷妹 赶紧道 咱们大师兄也不差 当年可是能和他并称双绝的 这倒是原珠未曾提过的 大师兄 原来曾经和男主能比肩吗 在叶翘印象中 那个强迫症 板正又冷漠的大师兄 原来这魔厉害嘛 站在旁边的宋剑突然注意到了叶翘 他眼睛睁大 是你吗 大师兄 就是这两个贼人将命扣在我脸上 叶翘看戏看得正高兴 突然被宋剑给一嗓子 吸引了全场注意力 云雀拧眉 看向叶翘的方向 声音娇软 有些疑惑 二师姐 都脱宗这魔酒了 还叫自己二师姐 是想挑玻璃尖谁 还是在反反复复 试图提醒自己 在月清宗室后两人之间的差距 叶翘懒得理他 声音压低 宋剑是来找咱们寻仇来了 宋剑确实是想住有仇报仇 盯着扣了自己一脸面的罪魁祸首 他表情有趣 想也不想下恋 围住他们 别让那几个人跑了 宋寒生同样想起了被叶翘坑走的零石 也冲伸后击个内门道 你们也去一起帮忙 眼看两拨人默契围了过来 断横刀后退两步急忙大喊 等等 我和他们不是一路的 要打先打他们 沐仲熙眨眼 啊嘞 这魔无情的吗 好歹我们还在一个肚子里待过 这话怎么听着 这魔容易让人误会呢 叶翘当激励断拉着师兄 想要跑路 结果沐仲熙不想走 他手落在腰间的剑上 眉眼冷然 我能一剑 叶翘拉住他 别一剑了 真打起来 他们人数不占优势 何况叶青还还没出手 他要是出手 他们很难全身而退 打架解决不了问题 沐仲熙被叶翘不由分说 拉着就跑 不免怀疑人生 忍不住发出感慨 我算是明白了 长老让我们学踏清风 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出门在外 被人打死 自己之前都是生死看淡 不服就钱的 自打小师妹来了后 不是逃跑 就是在逃跑的路上 啊 你们原来不是伞修啊 断横刀诧异 我还以为 你们是哪个伞修出门历练的来着 别唠嗑了 叶翘大喊 他们追上来了 追杀他们的不只有剑修 还有扶修 扶修虽然不适合打架 但最让人头疼的 却是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阵法 巧的是 寄人中没有一个懂阵法的 长明宗只有服录 没有关于阵法的记载 叶翘一边被追着跑 一边想着 等回去要好好翻翻送寒生给他服输 研究研究 怎么用符路布阵 叶青寒是不屑参与这些内门之间的恩怨的 这对一个龙傲天来讲解直拉低他的逼格 因此 叶翘倒是不担心对方会插手 眼看问剑宗那些人 追个没完 叶翘扭头 趁其不注意 手里符路飞了出去 叶翘别的不多 这会儿就是符路多 一把就洒了出去 宛如天女散花般壮观 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那些人躲都没办法躲 宋剑被一张浮糊在脸上 他刚伸出手 想撕下来 下一秒便察觉到自己四肢 逐渐开始不听指挥了 很快 他动作还是宛如被电斑抽出了两下 不受控制地趴在地上 开始模仿蛇类 歪歪扭扭地打转 同时还像是裤兜漏电似的 一抖一抖的 断横刀扭头看到这一幕 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邪神入侵修真戒了 被贴上爬行服的人 整整齐齐 穿着白色那门弟子服饰 在地上开始爬呀爬 一拱一拱 像是虫子似的 越爬越快 逐渐有散修 注意到了这里的动静 他们上前查看时 不约同被眼前的场面 吓得呆住 只见一群问剑宗弟子们 以宋剑为首 开始在地上诡异地爬行 这 这是问剑宗的 要不是看到他们 都穿着问剑宗衣扑 他们差点以为 是哪只虫子和蛇妖 净化成人了 宋剑被一群人围观住址 指点点 他脸上骚得慌 非常惊慌地爬走了 夜翘停下逃跑的步伐 偏头不忘小声 跟四师兄洗脑 你看 我就说 不能天天穿着宗服 招摇过世吧 丢脸都是实名制的 第27章 云雀的鱼塘 好像炸了 夜翘系没看多久 不远处 就传来轻微的动静 地面颤动的一幕 极其熟悉 断横刀脸色微变 有妖兽过来了 目测十几指 话音刚落 一阵地动山摇 十几只妖兽 迈开梯子朝他们的方向 狂奔而来 目标还很明确 就是冲着夜翘的方向来的 他反应很快 踩在剑上就溜 虽然不清楚 为视魔追自己 但这重情框下跑就对了 身后的目仲熙 和断横刀剑刺 也赶紧跟了上来 卧槽 这些妖兽疯了吧 断横刀 踩在目仲熙的剑上 回头望了一眼 忍不住抱粗口 还粘着不放呢 就像是狗闻到了肉骨头 死死粘着不放 恨不得从他们身上 撕下一块肉来 夜翘回头看着那些穷追不舍的妖兽 呼得想起来了 这次妖兽灵暴乱的原因还尚且不明 他目前有了猜测 伸出手将腰间的夺损给拿了起来 朝着那群妖兽轻轻一晃 下一秒 他们追得更疯狂了 夜翘 懂了 合住不是在追他 而是在追他手里的棍子 靠你这啥到底东西 这魔邪乎 断横刀同样注意到了他的举动 难难 灵气榜前十应该 没有这个形状的灵气吧 夜翘点头 感觉应该挺值钱 不然不会这魔多妖兽追我 搞半天 你注意力全在他值不值钱上面了 他有些感慨 尝这魔大 从没被人这魔坚定地追求过 捉来的赤鸟被他们拴到了一个树上 还贴了隐身符 短时间内应该没人会注意到他 夜翘想着等回去后再带走 那群妖兽修位不高 甩掉也容易 等回头看不到那些妖兽的影子后 沐仲西才将断横刀从肩上给放了下来 断横刀略略松了口气后 朝着夜翘拱了拱手 露出个热情的笑容 多谢你们帮忙 我就先回去了 我师兄他们应该这会儿 已经到云中城了 我得赶紧去找他们会合 你们是为了几个月后大秘境的事情 沐仲西挠了挠头 他虽然不知道断横刀什么身份 但多半和大秘境的事情 八九不离十 云中城大秘境百年开启一次 里面有许多上古时期的灵植和宝物 每次开启都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大秘境的机遇毕竟有限 为了抢夺宝物 大打出手的人数不胜数 是啊 几个月后有大秘境 断横刀认认真真 听师兄说寻宝兽现世了 到时候去碰碰运气 万一走狗史运能契约的灵兽呢 说起来 你们是哪宗的呀 我是成风宗清传弟子 有时间来成风宗找我玩啊 断横刀兴奋极了 沐仲西多少对他的身份有几分猜测了 因此没实摩惊讶的 严谨一概 常明宗 内门 他说完又打量着沐仲西 很快否决了 不对 金丹七的话只能是清传 十几岁金丹 散修绝对达不到这种高度 沐仲西点头 拉住叶翘 这是我小师妹 我们俩一起出来历练的 断横刀惊讶于两人的身份 听到是清传弟子后 他神色多少有些许微妙 月清宗不要脸 他是能理解的 毕竟千年以来因此的手段 月清宗用的数不胜数 可掌明宗 那个以老好人闻名的宗门 今天可算是让他常见识了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叶翘朝他挥了挥手 声音热情 大笔剑 断横刀嘴角抽了抽 好 虽然但是 大笔时他并不太想碰到叶翘 因为他总有重欲感 今年大笔的局势 可能会变得天翻地覆 你们有没有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断横刀原本打算 用借助飞行法器离开这个地方 还没迈开步子 就察觉到了异样 气修对神石的把控格外敏感 一点风吹草动 他都能感觉到 沐仲西不明所以 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 叶翘听他这魔说 也将神石扩大 好像是 周围似乎有屏障 他虽然经历的秘境不多 但好歹也跟着师兄们 去过一趟小秘境 这个情况 很像是秘境的屏障 是大秘境 断横刀手脚有些发了 我们似乎闯进了大秘境开启的地方 秘境像是活的一样 是自己出现的 一旦出现 如同领域一样 笼罩在周围 他们站在这里 就相当于已经迈入了秘境 再想出去 只能等几个月后 秘境自动消失 但不是都说 几个月后 大秘境才会开启吗 沐仲西抓狂了 怎么提前开了 大秘境和小秘境的差别 就在于 小秘境 他们金单的修位 可以随便浪 而大秘境 都要有长老们护送的 才敢进来 现在 他们三人两个金单 一个筑基 在大秘境里 能活着走出去吗 叶翘看着如丧考比的两人 顿了顿 安慰 漠视 你们想啊 还有月清宗 和问剑宗的陪着我们呢 我们好歹也不是唯一的倒霉蛋 这魔一说 确实是让人心情好一点来 断横刀 你是懂安慰人的 大秘境突然开启 将所有人都打了个措手不及 月清宗 是最先发现不对劲的 想跑出去时已矜持了 谁都没这个本事 打破屏障 只能被困在原地 不知所措 叶翘第一时间察觉到 有人过来后 他当即选择 按兵不动 躲在树上观望 同时不忘朝下面的两人招呼 快上来 我有预感 会有瓜吃 断横刀 喂喂喂 三个清传 猥琐地蹲在树上看戏 这项话吗 那边沐仲熙 已经上树了 他犹豫了片刻 也选择蹲在树上一起看戏 算了 反正也没人 过来的人 是月清宗和问剑宗这两伙人 宋剑他们 被贴了爬行服 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 大概是怕丢人 他难得没有穿着内门的衣袍 招摇过世 而是换了身普通的衣物 局面 是两边人在对峙 不知道怎么的 宋寒生和月清寒对上了 两人都是宗里的天之骄子 首席弟子 谁也不让谁 宋寒生拉住云雀胳膊 语速很快 师妹 你跟着这个没有脑子的剑修 在大秘境走会有危险 说话兼夜清寒 已经拔出剑来 眉眼全是冷意 想死吗 夜窍惊叹 不愧是修真板龙傲天 说话都狂成这样 宋寒生皮笑 肉不笑 有本事你就试试 真当你们问剑宗 天下无敌了不成 大秘境开启 本来两宗一起联手 是最好的选择 可一路上问剑宗 那些人只高气扬的 宋寒生那傲慢的脾气能忍 当即 两宗塑料联盟 就破裂开了 夜翘就喜欢这两宗狗咬狗 真让他们顺利联手 自己和师兄 不得被追得满秘境乱窜 云雀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忍不住低声道 大师兄 夜师兄不是那个意思 他只是想要保护我 宋寒生被气得想吐血 他们脸都被按在地上来回摩擦了 小师妹还胳膊肘往外拐 去舔温剑宗呢 云雀的鱼塘 好像炸了 夜翘饶有兴致 要知道 身为万人迷 肯定是有一群追求者 小说里的宋寒生 也曾被他那青春不做作的性子 给吸引过 但现在宋寒生 可还没喜欢上云雀 云雀这偏心的举动 估计能把对方气得半死 另一边的云雀 已经做出了选择 大秘境里面 振磨危险 他当然是要跟着夜清寒 才有安全感 一群复修关键时刻 还得要人保护 哪里有剑修厉害 他躲在夜清寒身后 不敢去看自家师兄的脸色 声音软软的低语 我跟夜师兄一起吧 大师兄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月清宗的弟子 心情别提多复杂了 自家师妹跑其他总理 这种举动说好听点 是性格不安事事 说难听点 就是没脑子 还吃里八万 夜翘戏看够了 也欣赏到了 宋寒生那精彩的 宛如调色盘的脸色 他拍拍手 我们走吧 去哪啊 断横刀睁大眼 夜翘 去寻宝啊 你不是想找寻宝兽吗 去碰碰运气呗 他其实知道寻宝兽 原著有提到过这小东西 可是女主的灵宠 其他人想都别想 虽然寻宝兽和他们无缘 但大秘境又不止 有寻宝兽一个灵兽 看出来了断横刀的犹豫 夜翘搬出经典老话 反正来都来了 就一起去玩玩呗 断横刀 玩 谁会到大秘境 这魔危险的地方 去玩啊 你以为失去旅游吗 碰到这种情况 原地不动 等待秘境消散再出去 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断横刀 作为一个柔弱 不能自理的气修 从小都是能狗就狗 绝对不给师兄们 添麻烦的那种 现在冷不丁 被人邀请一起加入 断横刀 有些犹豫的同时 心底竟然还诡异的 有众跃跃欲试 就好像跟着夜翘 是件让人值得信任的事情一样 啊呸 明明对方也才助击啊 断横刀 没有迟疑多久 对上夜翘眼睛 深吸一口气 那好吧 算了 活出去了 反正自己一个人 留在原地 也很危险 运气不好 死密镜里 也是他倒霉 第二十八章 好可怕的长明宗啊 大秘境是突然出现的 在此之前 默认做过关于这个秘境的攻略 里面有什么危险谁也不清楚 跟着夜翘走到一半 断横刀就为自己之前的冲动 感到几分后悔了 他怎么就脑袋一热 答应跟着夜翘出来寻宝了呢 且不说能不能寻到机缘 就他们这个队伍 两个金丹 一个助击 遇到大妖兽 只有被虐的份 现在后悔也没用 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 秘境第一天 环境还算正常 越往后越古怪 天色暗了下来 既然打算休息一晚 明天再行动 夜翘抽空江越青宗的心法 和福禄书研究了一番 福禄万变不离其宗 阵法符本深化起来 没多大难度 想要成功 主要靠的是对方位精准的把控 以及娴熟的程度 除了阵法符外 还有破阵符 五花八门 难怪都扶修洗手 就这些东西 学完神识 都得被透支得差不多 夜翘指尖 模仿着月青宗的阵法符 似乎也没实摩难度 他干脆就地引气 翻看福书 开始模仿月青宗的阵法符 有四师兄给的狼毫比在手 失败概率 大大减少了好几成 旁边的断横刀和木仲熙 睡得死沉死沉的 他怕遇到危险 只能一边画符 一边留意着周围的动静 很快不知不觉中 手边符路越画越多 夜翘擦了擦手心理 因为钻笔力道太紧生出的冷汗 醒醒 他提醒道 有人过来了 断横刀迷迷呼呼睁开眼 谁 夜翘 不清楚 刚才他画符的时候 就觉察到了 因为距离远 他才没叫醒两人 你隔着这魔远 就知道有人来了 断横刀挠了挠头 觉得奇怪 按理说神识最降的 应该是扶修单修 还有弃修才对吗 因为都是群手艺人 需要用神识来练弃熔丹化符 所以 他们的石海淬炼得很宽 对危险的感知也更敏感 石海的宽度也和修位有关 他都惊丹期了 夜翘才筑击 怎么可能比自己还要宽 他学没想出个所以然 夜翘晃了晃手里一小打符路 蝶唇笑起来 兄弟们 他道 来活了 穆仲熙看着他一脸迷之微笑 不由打了的寒战 来活 来什么活 夜翘刚画完符路还缺人实验 结果这模块就有人撞上来了 他这回也终于不用折腾自己人了 你们要玩天符游戏吗 他潇洒地挥了下手里符路 我这还有很多 到时候 谁来贴谁 断横刀还从莫见过 有人豪横到用这模多符路贴人的 按理说 一般符修画符 一天顶多五六张 再多石海会透支 长明宗就一个符修 因此 这幅他理所当然 以为是明玄画的 你师兄还挺疼你 断横刀不禁感慨 夜翘 他怎么有点听不懂人话呢 你们要不要 要要要 两人飞快拿了过来 有符路用谁会不要呢 符路也真贵啊 一般都在符修手里捏着 他们还是头一次摸到符路 断横刀左看看又看看 稀罕极了 哇 这魔多符 明玄应该花了很长时间吧 话说这些符有什么功效 夜翘文言知道 断横刀应该是误会了什么 但他也莫解释 误会去吧 大笔的时候 他们还是对手呢 这魔早暴露自己会画符 只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基本上都是阵法符 还有几张是有攻击性的符 随便用 我还有很多 夜翘豪横得很 断横刀健壮 极度的想吃柠檬 啊 他也想要个绘画符的师兄 这样 自己出门的时候 打不过还能丢符路 咋都能把那些人砸死 三人正围在一起 研究手里符路 身后传来陌生男人的声音 你们是哪宗的弟子 夜翘扭头 被那火人扑面而来 绿意盎然的踪辅给 清新到了 好绿的一宗门 他稍稍后退两步 捏紧符路 没有回答 而是先不动声色试探 不知道道友是哪宗的 对方态度狂妄得很 玄云宗 夜翘完全没听说过 断横刀微微吃了一惊 凑到他耳边 小声道 啊 我知道 是个挺大的门派 虽然和咱们五宗没法比 但在修真界也算是小有名气 他们宗门已杀正道 说是名门正派 但我觉得他们以后和摩修肯定有话题聊 低情商 作风和摩修没时磨区别 高情商 和摩修肯定有话题聊 夜翘表示懂了 你们磨磨蹭蹭干什么呢 把你们手里的宝物交出来 为手的男人不怀好意 抬了抬下巴 不然就别怪我 顺手杀几个人来喂一位我的剑了 断横刀眉头一拧 对这个门派的作风尤为厌恶 他刚想抱上自己门派的名字 却被夜翘制止了 开玩笑 这种时候 怎么能报自己宗名 拉仇恨 肯定要拉仇人的宗呢 夜翘没有理会他 手里俘虏往他脸上飞去 爆炸服迅速点燃 碰 得一声 迎面把男人头发砸得竖了起来 趁着他没反应过来 他又丢了几个过去 沐仲西也开始学着他 往那些人脸上甩 趁他病要他命 打不死也能消耗一波 接连不断地俘虏砸下去 饶势男人修位 已经达到金丹 也有些顶不住 哇的 吐了一口血 师兄 旁边同款绿色宗服的弟子 赶紧将男人搀扶住 眼里闪过几分狠意 他们是月轻宗的吧 那少女穿的是长服 看不出来哪个宗门 但能拿出这摩多服录 就绝对不是散修 恐怕不是小宗门的 沐仲西没有用剑 而是一起甩服录 这就给他们造成了 众三人都是扶修的错觉 这摩多服尸 难道是月轻宗的那伙人 大宗门扶修 基本上都在月轻宗 常明宗 倒是也有一位扶修 可常明宗 每一届清传弟子 都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正直又愚蠢 不可能是常明宗的人 而月轻宗 可是出了名的 为了资源不要脸 那弟子瞬间觉得自己真相了 一定是月轻宗那群 不要脸的清传 断横刀看着两人丢服丢得这么快乐 他跃跃欲试 立马也加入了丢服录的阵营 他手里的是禁锢服 有着金丹修为加持 同境界下男人还受着伤 根本躲不过去 速度飞逝而去 金色符文一闪而过 形成阵法 将人禁锢在原地 男人面上扭曲 冷笑了一声 月轻宗的清传是吧 行 我记住你们了 断横刀丢出去的禁锢服还挺管用 当初送寒生 就是用这个阵法将散修们 禁锢到一个区域的 现在寄人都暂时出不来 叶翘算了算时间 大概还能冲五分钟 他们就出来了 叶翘怕他们出来揍自己 扭头喊道 愣着干嘛 继续咋呀 他画了一堆稀奇古怪的 服录墨地方实验 这不就是送上门的实验品吗 断横刀逐渐发现了其中的快乐 里面什么服都有 什么哈哈服 爬行服 昏睡服 臭气服 怎么邪门怎么来 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好可怕的长明宗啊 明璇不好好当个正经浮修 怎么还往歪门邪道上面 发展了 万一日后 大笔碰上长明宗的人 光是被这些俘虏折磨 都能把他们折磨得够呛 叶翘用俘虏 拖延了一会儿时间 很快就等到了月清宗 三拨人猝不及防 狭路相逢 宋寒生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叶翘 心仇旧恨加起来 他立马准备找他算账 阴侧侧吐出两个字 叶翘 叶翘眼睛骤然一亮 热情朝他挥了挥手 大喊 宋师兄 快来救我们 他指着玄云宗的人 一脸苟杖人士的模样 他们击个野鸡宗门呢 竟然还妄想挑衅我们月清宗 简直不知死活 宋寒生 什么 什么叫 我们 月清宗 谁和你是我们啊 他傻了一秒 被嘲讽的玄云宗弟子 当即勃然大怒 拎起剑就往宋寒生的方向砍了过去 扶修不擅长打进深战 宋寒生迅速撤开一段安全的距离 他不蠢 立马就明白了 叶翘是想祸水引冬 你别听他们胡说 他们分明是长明宗和成风宗的弟子 宋寒生咬牙切齿 我和他根本不熟 玄云宗的男人明显不相信 不熟 你糊弄谁呢 刚才不还一上来就叫他名字吗 师兄 别听他啰嗦 我们上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有弟子不耐烦地抽出剑来 剑修脾气普遍火爆 很容易被煽动情绪 再加上叶翘也在一旁疯狂拱火 是啊 宋师兄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可是月清宗的那门啊 你这样让我们太伤心了 闭嘴 宋寒生快气疯了 你们是瞎了吗 看不出来 他们两个剑修一个气修吗 我们月清宗 可没有气修 清传也只有一个剑修 叶翘声音猛地扬起 盖过了他的话 什么 你竟敢骂他们瞎了 大师兄 就算你是月清宗首席大弟子 也不能这样说话 玄云宗一听 更加窝火 他最恨那些武宗的人了 一个个自命不凡 别让他们跑了 我倒要看看 区区一群扶修到底有什么可嚣张的 他宁笑着拎起剑加入了战场 宋寒生暗骂一声蠢货 当即也懒得和这些没脑子的生物浪费口舌 手里俘虏捏住 一瞬间场面爆发 叶翘在旁边浑水摸鱼 玩得不亦乐乎 他谁都不打 就在周围穿梭 时不时踹这个一脚 踢这个一下 被暗算的两宗都以为是彼此动的手 顿时打得愈发激烈 隐约都有打几眼的架势了 等江水搅得更乱以后 叶翘朝着两人招了招手 就这魔带着射服衣去 深藏龚宇明的刀身 迅速跑路了 断横刀什么都没干 全程屁颠屁颠跟在后面 看着叶翘一顿操作 就让两边人干了起来 他表示 学到了 第二十九章 肯德基 用悬云宗那火人 绊住了月清宗的脚步 这也就意味着 短时间内 不会有人来找他们麻烦了 大秘境随处可见妖兽 等级还都不低 三人走了莫多久 湿漉漉的泥土洞里 便攥出来了几只红白相间的老鼠 比起普通老鼠 秘境里的妖兽足足 有一只狗的大小 牙齿尖锐 异化的模样 怪恶心人的 许是嗅到了猎物的味道 眼里泛着红光 下一秒就像是能扑上来 叶翘摸了摸胳膊 从小到大 他最讨厌的 就是老鼠了 小心 断横刀神色威俗 那是白毛火鼠 它们牙齿带毒 虽然修位不高 但数量很多 极其难缠 毕竟老鼠这种生物下载 都是一窝一窝的下 数量多是能理解的 它话音刚落 几只白毛火鼠 呲牙扑了过来 目中西挥剑 斩落几只 下一秒 又扑过来两个 断横刀 有防御的法器 但也架不住 这魔多老鼠的啃食 它简直头皮发麻 叶翘一剑击退 十几只 可这玩意儿 还真跟杀不完似的 前扑后继 它一边躲闪 一边注意到 每只洞口 似乎只能容纳一只老鼠出来 而且每个洞口出来的顺序 都是有规律的 这样一个接一个 就完全能防止 被修士们开大招团命 还挺聪明 有锤子吗 叶翘问断横刀 有 气修什么武器 都有 它迅速翻出来了三个锤子 给两人分阙 顺道用防御法器 抵挡住了白毛火鼠 这一波的攻击 望着外面的老鼠 断横刀止不住地打寒战 这要打到什么时候啊 正当它暗暗绝望的时候 叶翘突然问道 打过地鼠吗 啥 啥地鼠 叶翘 等姐绝完外面的 趁着他们还没出来 我们在他洞边守着 听我指挥 他指着不远处的三个坑 四师兄 你去那三个地方守着 断横刀 你去另一边 叶翘这会儿 以经济算出来了规律 提前让人在他们出来的洞口守着 保证一锤一个准 断横刀 还是有些害怕 真的吗 你别骗我 万一叶翘计错顺序 他被那玩意 啃个正着怎么办 沐仲熙催促他 放心 我师妹可是能过目不忘的 这点东西对他来讲小意思 他是完完全全信任叶翘的 丝毫没有觉得如果失败会怎么样 断横刀胆子向来都小 看到目中吸笃定的眼神 他也努力点点头 好吧 反正跟着常明宗的这两人来都来了 不相信叶翘还能怎么着 三人解决完外门围住的老鼠 迅速按照叶翘所说的 手在洞口开始了 打地鼠 几只白毛火鼠从洞中攥出来 呲牙咧嘴就要往他们身上扑 下一秒 脑袋刚露出来就被大铁锤砸个正主 他晕头转向晃了晃脑袋 随后趴地上 不动了 一人守三个洞 打起来砰砰砰 极其顺手 不消片刻 洞口里面的老鼠被砸得全晕死了过去 断横刀拎着大锤 砰砰砸了半个小时 最后累的手腕都酸了 瘫坐在地上喘了口气 这些东西可以拿来练起 卖出去也挺值钱的 毕竟是大秘境才会出现的妖兽 价格低不到哪里去 叶翘看着脚边比狗多大的老鼠 顿了顿 毫不嫌弃地往戒子带礼装 他虽然不练气 但可以留着卖钱吗 在修真界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可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断横刀看着他的举动 他其实挺佩服叶翘的记忆力的 是怎么能做到打架的同时 还能分神观察周围环境的 而且最让人震惊的 是他竟然能记下白毛火鼠出现的规律和顺序 脑子怎么磨长的 断横刀忍不住想往自家宗门挖人 叶翘 我真觉得你适合当的气修 这记忆毅力 不做手艺人可惜了 沐中西不满极了 喂喂喂 那可是我们宗的小师妹 谁要去做个臭练器的啊 断横刀黑了一声不乐意了 什么叫臭练器的 你知道我们一见法器值多少钱吗 眼看两人吵着吵着 快打起来了 叶翘打了个安静的手势 你们听到动静了吗 什么 叶翘神势放了出去 仔仔细细扫射着周围 很快就从一个树桩下 发现窝在那里的红色火鸡 他眼睛一亮 噓 有肉吃了 那只火鸡胆子似乎很大 看了叶翘半天 随后扑扇着翅膀就要溜走 叶翘想要抓住他烤了吃 似乎察觉到了他那浓浓的恶意 火鸡惊恐地扑扇了下翅膀 因为飞不起来 他还试图跟叶翘 挽起了秦王绕住走 真挺聪明的 可惜没用 叶翘一把 就牢牢将他抓住 露出莫得意笑容 想去哪啊 火鸡用力扑腾了两下 都没能摆脱他的束缚 目中西看到小师妹手里抓住的东西 他挑了挑眉 红色的鸟 好小 叶翘吞了吞口水 是有点小 不过烤来吃应该没问题吧 火鸡大怒 开始挣扎了起来 断横刀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 他出门历练的次数多 也算是比这两人陷多识广 沉阴片刻 刀 他应该不是普通的鸡 而是只妖兽 他骄傲地扬着脑袋 等待住叶翘的夸赞 没想到他更惊悚了 妖兽 谁家妖兽长这样啊 火鸡气得伸长脖子 趁其不备 开始用力啄他的手 别说力气还挺大 叶翘指尖 被啄出一滴血 他眉头猝了下 你看 这不就是鸡骂 话音刚落 一道红光闪过 契约达成了 猝不及防的速度 让两个当事人都裂开了 火鸡大怒 他一开始 可莫打算找他契约 虽然是来找主人 可他看上的主人 应该是个穿着浅蓝色衣服的女孩 即萍水灵根 天赋极佳 而且还身负大契运 结果一时不察 被这个狡猾的人泪歹个郑主 这就算了 还被他契约了 简直就是齐齿大乳 他气得扑到他腿上 抱住叶翘 开始啄他 叶翘心态也崩了 他疯狂甩腿 试图让他离自己远点 放开我呀 丑东西 显然一人一兽 对彼此都挺嫌弃的 或者说 目前谁都瞧不起谁 断横刀 被这个诡异的发展惊到了 他算是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的 唯独没想到还能有这一出 他伸出手将那只鸡给扒拉下来 你们俩已经契约了 除非其中一人死亡 不然是莫办法解除的 话说回来 每个修士选契约兽 都是慎之又慎 哪里有他这般戏剧性和随意的 叶翘深吸一口气 样样捶着脑袋 他能飞吗 其他人什么麒麟寻宝兽 多帅啊 他为师摩契约兽是只鸡啊 断横刀 怕是不能 叶翘不怀好意窜多长 他胖成这样 咱们不如把他红烧了吧 你们说是红烧鸡翅好吃 还是叫花鸡好吃 断横刀听住他的描述 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红烧吧 我喜欢咸的 啊呸 不对 他怎么也被带偏了 不行啊 叶翘 断横刀道 我感觉他应该不是鸡 而且一个幼崽 现在还没食磨肉 起码等他长大一点吧 火鸡 你们是人吗 断横刀说完 又意识到自己越撩越歪了 他捂着眼睛 我的意思是 咱们不能考了他 你们俩现在算是一体的 他死了 你也要被反噬 叶翘顶多口嗨一下 倒没有 真的准备 红烧了这只鸡 他叹了口气 算了 先痒痒看吧 果然人各有命 叶翘记得 女主旗的可是青鸾 青色凤鸟 仙气飘飘 他呢 人家赶路的时候 都是霸气侧漏 他在后面 旗子飞不起来的笨鸡 都说笨鸟先飞 要不你飞一个我看看 他拿树枝戳他 他已经穷到吃土了 喂食魔还要塞给他的吞金兽 这叫什么 霸道妖兽强之爱吗 火鸡也生气了 这个没有同情心的人类 这魔多修士 想契约他 都没这个机会 结果他竟然还想跑 穆仲熙伸出手 将火鸡抓了起来 看着师妹 整个人都捏了下来 他忍着笑意 尝试安慰对方 这还是只幼兽呢 像妖兽的成长速度很慢 需要天灵地宝去喂养 正所喂女大师八辩 说不定他长大就好看了呢 还需要花钱 夜翘站起来 算了 我还是想想 怎么把他塞回去 会如虫灶吧 断横刀 他当即从戒子袋 取出来了一小盒 这是之前我攒下来的 本来想用做炼器 你拿先这个喂给他试试 夜翘打开以后 被扑面而来的热气 给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 火系金石 断横刀解释 可以拿来炼器 也能给妖兽吃 夜翘微微挑了挑眉 他知道这个东西 圆柱中的大秘境 不知道卫石魔提前到来了 云雀在秘境中 契约了寻宝兽 在对方的带领下 找到了火系金矿 语问剑宗的人平分 而在夜青寒纵容和授意下 他几乎拿了将近一半朵 这稀少的火系金矿 让后期云雀拿出来 收买了不少的人心 导致修真戒 几乎人人都称颂月 青宗小师妹 善良大方 火系金石 一般都在极热地带 断横刀拿了一颗 喂给那只火鸡 如果运气好碰到 那绝对是烧高香了 夜翘捏了捏这只鸡 我大概知道 哪里有 哪里 目中西顿时来精神了 一会儿带你们去 他说完 低头和这只火鸡 大眼瞪小眼半天 试探地开口 我给你取个名吧 火鸡这个名字 你觉得怎么样 他立马疯狂地开始啄它 得了 看来是不满意 夜翘只能换个名字 他打量他半天 突发奇想 既然你是只鸡 那不如就叫肯德基吧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夜翘总觉得 这只鸡可以听懂人话 他面不改色地忽悠道 这个名字在我们那里 都是极其霸气的人 才配拥有的 一般人可是连取 这个名字的资格都没有 第三十章 我们找的 就是月清宗弟子 许是夜翘说的情真意切 火鸡听后 若有所思点了点脑袋 算是接受肯德基这个名字了 他要做最霸气的鸡 阿呸 他才不是鸡 原本的三人行半路上带了只妖兽 肯德基体型小 蹦打到夜翘肩上 红色绒毛软乎乎的 脑袋一缩窝在那里乖乖瞧的 小师妹 你真的知道火系金矿在哪儿 路上沐仲西一边逗着肯德基 一边将信将疑 夜翘点头 看着两人慢悠悠的动作 干脆将断横刀拽上了剑 你们这速度 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快走了 他一边催促住 一边催动踏清风 提速往目的地赶去 大秘境会提前几个月到来 那男宝女主也会提前得到寻宝寿 万一被抢先她找谁去哭 火系金石诞生于极热的袋 大秘境的环境永远是个谜 前一秒还清空万里 下一秒就下起了雨 还不是普通的雨水 类似于酸雨 具有一定腐蚀性 落在肌肤上有重被灼热的疼痛 断横刀想了想 我有防御法器 不过需要消耗些灵力支撑 你们要一起来用吗 耗费灵气啊 夜翘算了算路程 果断拒绝了 万一灵力耗尽 遇到仇人怎么办 沐仲西也拒绝了 换作以前 她肯定不会觉得自己出门历练 还会遇到仇人 可自打和小师妹在一起后 她无时无刻不再拉仇恨直 五大宗被她得罪了两个 真是绝了 那怎么办 断横刀摸了摸被烧伤的手 却见夜翘不紧不慢地 从戒子空间里 拿出来了两个大锅 等等 大锅 这是什么 断横刀呆滞 锅呀 夜翘眼简一盖 顶住 平时炼丹用的 断横刀 她愣住 炼丹用锅 夜翘 没钱 理解一下 断横刀 行吧 她忍不住思考 济明悬风魔以后 薛瑜也开始不走寻常路 开始用大锅炼丹了吗 你们长明宗清传精神状态 还好吗 因为夜翘没说是谁用大锅炼丹 再加上常明宗就一个担休 断横刀再次华丽丽的误会了 断横刀顶着个锅 发现还挺好用的 起码不用耗费灵气 虽然看上去是精神不正常了些 但也无所谓了 又没视摸外人 而且 这夜翘稀奇古怪的东西是真的多 这让她不禁诚恳到 希望大笔见到你的时候 对我们成风宗手下留情 夜翘头也莫回 语气无辜 我一个小小助击 能对你们人均金丹七的大佬 有什么危险 断横刀嘀嘀咕咕 难说 常明宗一直不怎摸 被外界看好 今年第一和第二 不是问贱宗 就是成风宗 就连月清宗和碧水宗 都有可能成为和他们争争争 唯独常明宗 回回陪跑 她其实也不怎摸 将这个常年倒数的宗门 看在眼里过 可他们这新收的小师妹 骚操作太多了 简直让人防不胜防 酸雨停下后 前面隐约出现了巨蛇 断横刀用力咬了咬舌尖 很快意识到 这是幻觉 秘境里常常出现这种 能迷惑人心智的幻想 心性不坚定的 很容易在里面迷失自己 夜翘也察觉到了 除了自己以外 其他两个人都晕乎乎 站在原地不动了 她从戒子袋里掏了半天 随后打开瓷瓶里的丹药 清心的香气从瓶口传出 让人一阵神魂清明 断横刀揉了揉眼 从幻觉中回神 清心丹 她点头 分给了两人 断横刀眨眼 你怎么这么多丹药 夜翘含蓄道 三师兄给的 血雨练好后 也塞给她一堆 现在她别的不多 就是清心丹多 这种丹药 能够避免人陷入幻境中 简直就是出门历练必备的丹药 在夜翘的不懈努力之下 三人很快找到了 原著中提到过的火系金矿 比起断横刀盒子里装的金石 这里的更明亮灼热 源源不断 吸取住周围的热量 红色火山上 镶嵌着金石树木 将近上百 肩上的啃得机闻到气味 顿时来劲了 扑腾着翅膀 就要往金石上扑 沉睡住的花爆 骤然睁开眼 察觉到了 有人靠近 他下意识地呲哑 刚准备窜出去 给不速之客一个教训时 呼得发现 一只羽毛 都莫尝出来的幼鸟 此时正抱着快金石 疯狂地啃食 花爆呲哑 蠢蠢欲动 想要将猎物吞入腹中 呼地啃得机歪头 看了他一眼 只一眼 花爆不受控制 匍匐在地 巨大的身子 微微站立 全程一动不动 任由这几个人 累才走了金石 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的三人 还沉浸在采矿的状态中 沐仲熙 有了之前鸡刺的经验 这次也不墨戒 一上来就开始采矿 鸡人将这一地带火系金石 一扫而空 半点都不带给其他人留的 沐仲熙自打跟着 夜翘出来混了鸡天后 就发现了 善良没用 还是不要脸让人 舒服得多 最后 金石被肯德基吞了三分之一 剩下的沐仲熙和断横刀给平分了 这种金矿附近 按理说 该有妖兽守着才对 然而不知道喂食魔 这里的守护兽 根本没有露面 全程顺利地不可思议 路上夜翘一边喂他 一边神色复杂地望着 自己这只鸟 他是不是太能吃了些 沐仲熙满不在乎 能吃是福 夜翘想想也是 不过 看他吃这磨快乐 他差点窒息 这谁养得起啊 他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喂肯德基 很快就被一伙人给盯上了 秘境当中 被困在里面出不来的散修 比比皆是 夜翘察觉到 都是群柱鸡的 便莫在管 乃成想 一直鬼鬼祟祟 跟着他们的人竟然主动跳了出来 并且一开口 就是质问 是你们拿走了我的金石 对方态度笃定 显然已经看到了全过程 他身后还站住几个人 看修为不出意外 都是群伞修 你的金石 写你名字了吗 夜翘弯了弯眼睛 态度很是散漫 那是我们先发现的 他大怒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因为那只花豹 起码有金丹的修为 他没敢轻举妄动 跑去叫人了 美成想回来以后 什么都不剩了 再看到夜翘这魔漫不经心的态度 男人瞬间怒重新投起 赤手空拳 就想给他个教训 夜翘顺势低头躲过 拧住他胳膊 反手将人利落摔在地上 微微一笑 什么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开玩笑 同等境界下 他要是再打不过 那对得起端玉长老美杰克 对他无情摔大的训练吗 对上夜翘笑眯眯的目光 被撂倒在地的男人 愣了很久 直到身上清晰的痛楚传来 才让他意识到 自己竟然被一个柔弱不能自理的扶修 按地上锤了 尼玛 不是说扶修最不擅长打进深战了吗 夜翘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 利落将他踹了回去 唇角微翘 当即神色嚣张地告诉他们 我可是月清宗清传弟子 你们不服的话 有本事去找我们大师兄里论啊 清传 难道说 他是月清宗新收的那个云雀 夜翘差点笑出声 没办法 他其实想嫁祸给宋寒生的 可谁让月清宗清传里面 就云雀一个小师妹呢 那也就只能顺水推舟了不是 他立马觉得自己真相了 一份填膺痛斥出声 我就知道 是月清宗那些臭不要脸的 大胆 夜翘装模作样的醋眉 一副被激怒的模样 你竟敢侮辱我的宗门 说着他拿起个阵法符丢了过去 禁锢符没石磨杀伤力 顶多将他们在原地困积分中 然而 在他丢出符路后 下面的伞修们立刻炸开锅了 好啊 果然是月清宗的弟子 除了他们 谁还会这磨卑鄙 我可是看到了 那分明就是月清宗的符 月清宗符落海 挺有变识度的 阵法符基本上 都是出自月清宗的手法 阵法结成后 还会有烫金色特殊纹路 有见识广的伞修 立马就给认出来了 这彻底坐实了 它是月清宗清传的身份 顶住云雀马甲的夜翘无所畏惧 毫不客气地将金石收入囊中 石石然便跑路了 断横刀跟着夜翘 全程只有喊666的份 欲试不绝 嫁祸仇人 这套流程 可算是让夜翘给完明白了 听说有人在秘境 发现了火系金矿 在哪儿 这种天灵地宝 可遇不可求啊 在拍卖行随便一个 都能拍出天价 一瞬间 整个秘境的修饰都沸腾了 好像是月清宗的人 拿到了金矿 一时间 原本跃跃欲试的哑火了 大宗门 那他们 和大宗门抢资源 不是找死吗 有人荡吉山洞道 别怕呀 就算是月清宗 别忘了 他们就是群伏修啊 我们这魔多人 还怕几个扶修吗 到时候 把金矿抢过来 我们平分 顿时所有人 都被不约儿童说动了 大宗门又能怎么样 出了秘境以后 谁认识谁啊 另一边 刚摆脱 玄云宗那群人的宋寒生 忍不住开口 唾骂了一声 那群疯狗 可真难缠 是啊 身后的弟子 连连点头 要不是大师兄 手段多 咱们还真一时半会出不来 还有那个夜翘 简直有毛病 我们又没得罪她 说起夜翘 宋寒生倒是隐约听说过 这女人之前 是他们月清宗内门弟子 后来不知道 受了什么刺激 连夜判出了宗门 月清宗内对夜翘 离开的说法不一 宋寒生始终任 为夜翘离开月清宗 是因为长明宗朝 他抛了橄榄枝 承诺他了 清传弟子的位置 所以 这个女人才会忘恩负义 罔顾师父的养育之恩 选择叛宗 不然宋寒生想不通 如果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 好端端夜翘 为什么会选择下山 宋寒生语气冷然 一个白眼狼而已 下次见面我 绝对不会放过他 话音刚落 一群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散修 就将他们驱鹿封死 团团围住了 你们是月清宗的 略显熟悉的话 让宋寒生莫反应过来 他扬了扬下巴 对这些散修语气不耐 是又怎么样 玄云宗也就罢了 好歹在修真界 还算有点名气 这群散修莫 不是还想挑衅他们不成 那就没问题了 那群散修们 眼睛亮了起来 庞扶恶狼看到肉斑 扑了过去 我们找的 就是月清宗弟子 宋寒生 这群散修莫 都不成功了 对这群散修莫 都不成功了